带三娃的宝妈经历两次失败婚姻 九次求职屡遭碰壁 面试失败后被车撞歪脖子 却得不到一分赔偿金 好在这个女人性格跟身材一样火辣 直接在法庭上破口大骂 输掉了官司但不能输了气势 吓得她的辩护律师都没眼看 女人的银行卡中只剩下几十美元 为了谋求生路 她果断穿着火辣套装上门 要求辩护律师直接聘请自己当员工 但女人没有任何法学知识 辩护律师直接拒绝 女人就在办公室中大放厥词 听到这大言不惭的应聘要求 想必辩护律师也是因为愧疚与同情 打算先雇佣女人一段时间 于是女人的辩护律师成为了她的老板 女人成为了律师所中的资料管理员 谁料她意外接受了 美国史上最大的一宗民事赔偿案 赔偿款高达3亿3300万 在准备资料紧张的情况下 只要老板脾气不好一吼她 她也会一言不合就骂回去 吼完后老板自己也笑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不惯着老板的员工 工作上手后不久 这个头脑聪明的女人就注意到 资产和债务的文件中有一些细节很可疑 譬如她在房地产案件中找到了医疗报告 这些蹊跷让她有了探索的念头 于是暗途所记找到了一个原告 原来本想收购她房子的电力公司 一直为患病的她提供医疗费用的报销 女人大呼不解继续追问下去 原告也透露出了事情的原委 好奇心责任感驱使着女人深究下去 她找到了专家求解 了解到最便宜的个是有毒的 如果长时间接触荡城生活用水 那么就会引起人体的一系列疾病 但这就需要到水利局去搜查相关资料 然而这势必会触发到一系列人员的利益 专家还叮嘱女人不要太张扬 因为一旦打草惊蛇 那么可疑的记录就会立马消失难以复查 女人也听从了建议 当她来到水利局后却发现人员牺手 只有一个小哥在掌管资料 眼看女人身穿火红的吊带衫 值班小哥的心都飘飘然 女人挑挑眉毛 居然只用了一个借口就忽悠完了小哥 然后大摇大摆地轻易潜入了水利局 在资料室中复印好了资料 只见女人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将水利局的资料递给她的老板 老板问她凭什么能够所向披靡 大摇大摆地走进水利局拿到这些资料 女人毫不犹豫且自信地回答 老板听到这回答哑口无言 还偷偷瞟了女人一眼 女人穿着暴露已不是一两天了 之前她在办公室打电话时 就因为低胸装被老板警告 这容易引起同事的不自在 但女人面不改色地反驳老板 她认为这是她的穿衣自由 面对这样履教不改的女下属 老板一时间瞪大了眼 真是个不好惹的女人 当女人在抱着成果回到了律师所准备分析时 之前指点她穿衣问题的老板已辞退了她 女人插着腰不满地问为什么开除她 同事说是她不遵从公司的流程 只简单和老板说了一声就去走访 无规矩不成方圆 老板也直言女人不适合待在这儿 出于交情还是可以帮她推荐其他工作 谁知女人软硬不吃 直接出口成脏 这下女人和老板撕破了脸 愤然离开了办公室 发火一时爽 没有了工作的女人又开始烦恼 面对一堆账单她无从下手 然而刚辞退完她的老板亲自登门拜访 表明有位化学教授发来清单 证实之前女人所调查的个确实有毒 她登门拜访的原告一家患有的疾病 很有可能与电力公司的违规操作相关 随后老板也略有歉意地表明 自己辞退她只是以为她出去不务正业 随后女人又一通劈头盖脸地回队 让老板目瞪口呆 很显然这不是一场好办的案件 老板认为这是值得跟进的案件 希望女人能回去工作 不过女人也不是好求的 她认为自己应该加薪 员工福利也少不得 老板长叹一口气答应下来 女人再次登门拜访了原告 将化学教授所列的疾病清单告知她 这一切的万恶之源就是个 与帮他们一家报销医疗费用的电力公司相关 很多人家都是在得病后才被收购房产的 听到这里 原告幡然醒悟 猛然起身跑到了自家院落里 将正在吸水的孩子们抱起来 没想到生活用水都是剧毒 这真是阴险的一招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很快找上门来 要求和女人所在的律师所谈判 工作人员直接追加高价收购原告的房子 但是这费用甚至无法支付原告一家的疾病 随后工作人员甚至开始狡辩 她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种 不一定是他们的生活用水有问题 看着工作人员这副嘴脸 女人和律师不约而同的表示会申诉到底 工作人员不依不挠 她示威到自己的公司是很强大的对手 让他们有点自知之明 没想到引来了老板的一通满不在乎的嘲讽 工作人员被弄得不知所措 但老板实际上心事重重 因为这个案件的棘手程度的确不容小觑 就在一对夫妻来到律师所求助时 女人才知道 他们的房产已经被电力公司收购了 看到他们拿来的照片 满满都是染病的家禽可怜的模样 女人心中复杂万千 接着夫妻俩又提到令人心痛的事实 一直留不住孩子的他们还以为是自身原因 但如今他们才知晓生活用水的隐患 为了弄清楚还有多少人深受其害 女人打算一家家走访 有的人身上长满了红疹 有的人被确诊为肠胃癌 有的人年纪轻轻就在接受化疗 看着一幕幕无声的忍耐 女人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就在他要继续追究下去时 老板却开始打退糖果了 因为电力公司的确实力强劲 但自己的律师索又岌岌无名 无法和对方打得有来有回的 期间的时间和资金准备都要消耗巨大 还不一定打赢 但是女人坚定的意志打动了老板 她只好让女人更广泛地搜集资料 整理出报告来才能看清眉目 于是女人只好单打不动 在烈日下把在污水中的青蛙捞出来 冒险来到井水处捞污水 这样以身试险的日子没多久 她就接到了一通威胁电话 但是女人永不妥协 她才不管这些歪门邪道 继续搜集陈述状和原告 最终提起诉讼 换消息传来 案件最初的原告病情恶化 做了手术切除 听到女人的安慰 原告再也忍不住泪水 她抽掖着对女人倾诉 女人无比郑重地答应了她 女人的心中在着千斤重 她将要为这些可怜的人们提出诉讼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在要开庭之前 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来到了律师所 打算以更高的赔偿价达成和解 一听到工作人员一脸轻烈地说 两千万是这些得病的人赚一辈子也得不到的 女人立刻感到很不舒服 这些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把人命放在眼里 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 女人严厉地斥责他们 没有人希望自己年纪轻轻就做手术切除 或者化疗完头发都掉光了 这是没有人想要面对的生命之痛 每一句话都直说心扉 让工作人员听了大受震撼 措手不及 女人回到家后 她的男友因为聚少离多和她提出了分手 但女人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 她只好自己带着三个孩子来律师所工作 在更加严峻的局势面前 女人将所有受害者的电话号码都记了下来 这也说明她对所搜集的资料碾输于心 她深切的关怀才是不可多得的 虽然女人没有系统的法学知识 但是她对所有受害者了解的一清二楚 在接下来的事务中 她一家家走访并让人们签下同意书 争取拿到最合理的赔偿金 女人勤勤恳恳地完善了所有的工作 最终获得了3亿3千3百万的高额赔偿金 得知了消息的原告袭击而起 她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能不能自由吸水 那些曾经担心的种种隐患 终将援数偿还 这场案件成为史上赔偿金额最高的民事诉讼案 女人的事件被登上报刊 她也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老板和她说可能奖金有所变动时 女人又止不住暴脾气 指着老板的鼻子骂她 但当她看到奖金金额时 瞬间呆住了 那是比原来高出很多的金额 也是女人理所应当得到的辛苦费 长期以来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女人以自己的责任心不断跟进案件 以永不妥协的精神与资本对抗 才换来了这么多受害者本该拥有的安稳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 敢于面对风风雨雨 在无数次挫折后扬帆起航